完美的一天不单只要有元气满满的早晨 和好友在茶社欢酌一堂 更要有正确的健保计划 为你的健康补价护行 你不单只享有零腐费的医生看诊 听力、牙科、视力和普通药 还可以额外享有更多福利 中心健保令你以优惠价格获得更多福利 这是一个真正为你着想的计划 你可以放心将健保交给我们 中心健保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以你的健康为中心 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换期 即将结束 大家都知道 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请你点击屏幕下方的 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的会员 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梁烟诚和大家 世界大事 最近有一个新闻 我自己有亲自参加的 就是因为香港一批市民 就向立法会议员提交信件 去忧虑一件事 第二就是因为同性恋的同乐运动会 在香港星期六会举行 同性恋同乐运动会 在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同性恋活动 但是选香港做举行的地点 推进和印证这个说法的主要是来自 行政会的主席叶劉淑义 当然也有批人来支持 这个问题会引起一些关注和忧虑 首先我要说LGBTQ 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相性恋、变性人 非异性恋人士等等 这些特殊倾向的人 这些人基于法治和人权 我们不能歧视他们 我们要尊重他们有他们人权的自己选择 所以这方面我相信都没有人会反对这些运动 只要他们是自己去做 他自己有这样的看法 他自己去做 没有问题 但是他将这些东西成为一个文化 这种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去推广 希望更多人成为他们的同志 然后逐步扩大政治影响力 就是令人有所担忧 在西方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政治势力 他们已经得到他们应有权益 而且不断扩他们的权益 而在我的基本研究来说 这些运动 基本上核心的精神 就是来自一种对人的看法 认为每个个人 是凌鸽于有人类的普遍价值之上的 就是个人决定是高过群体的需要 要高过普遍的人性价值 因为他有特殊的不同表现 这个说法是跟西方二十世纪 后期发展的后现代主义 是连结成为一种文化倾向 已经逐步取代西方的主流文化 西方主流文化 原本就是我们一直读新的文化 最主要是希腊的哲学 希腊哲学基本上是讲理性 讲逻辑 讲经验观察 阿里士多得开始讲经验观察 后来晚些发展成为科学 和哲学 很多伟大的思想 出来 当然希腊的文化 也是一个侵略文化 例如他们很多的战争 和希腊的阿塞大帝 是一个正式的帝国主义者 将希腊的马其 令帝国抗战沉溺很多地方 之后就有罗马帝国 这是希腊文化 即是西方文化的基本根源 后来当基督教传入西方之后 他们有基督教由希伯来来的特殊文化 也是重视慈爱和平和宽恕 和希腊的战斗性文化有不同 所以他们研究西方文化 基本上有两个基本根源 一个就是希腊罗马 一个就是希伯来 他们形成了西方文化发展中 互相不同又互相激动 产生了近代的西方文明 亦是领先全世界的文明 我们花很多时间了解西方文化 但到现在西方文化 已经不再说理性 不再说邏輯 不再说那些东西 或者是宽恕 人爱那些 他是说自我中心 是凌鸽在一起 这个主要是逐步 由那种激进的自由主义 发展成为后现代主义 跟着解构主义等等 不详细说了 这些学术的东西 但是在现在 西方文化的特质 已经不是讨论理性 或者人爱 慈悲 宽恕 不是那些 他们开始说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这种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自己个人的决定 凌鸽在一切价值之上 就是我认为 我喜欢的 我不用管别人的 只要我不犯法就行 这就慢慢成为西方的主流 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 西方的主流 开始年轻一代 开始有声放中 吸大麻 吸毒 全部都可以了 现在甚至在小学 已经教定了学生 即是说 吸毒只要吸小分量 是没有坏的 吸大麻也是 今天到学生 开始有 长大到小学 高小的时候 告诉他们 你可以有 性的自由 如果没有什么神秘 你找个同学 试试都可以的 这种性放中 吸大麻吸毒 到我自己自小 都告诉他们 虽然你虽然是男人 但是你可能是女人 或者你是有同性 但在小学 他和他说的时候 其实是在制造 某一种文化上的洗脑效应 以至到下一代的成长 已经不是再一个 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对人类有使命 去帮助其他人 我要有爱心 我要有宽恕 我要有科学理性 去研究 学问 西方很多伟大的东西 就逐步不再在教育中重视了 这个就是我几十年 西方观察 发现到的情况 当然其中一个就是同性变性人的运动 叫LGBTQ 这个运动在香港开始推人的时候 引起一些争论 最主要引起一个忧虑 就是因为这种运动 是由美国政府在后面的 首先就是同性同乐的运动 幕后有美国的州政府的钱去支持 即是收了西方政府的钱 来到其他国家搞事 那究竟会不会是有什么 后面的所谓议程 有个 agenda 就是希望其他国家 传统的价值 文化 家庭的重视家庭子女 亲情关系 这些要改变去遷就 西方带来的代表先进文明 当然已经有些疑惑 而更大问题 美国联邦政府 明明是用这种说法 迫使其他国家支持 可以追溯到2011年10月6日 当时白宫发表总统备忘录 奥巴马 要求美国在外交外援机构 致力于保护同性戀的权益 奥巴马总统说 美国在提供外援时 将开始考虑那些接受 外援的国家 对待同性戀者的态度 即是说你一定要支持美国这种对性效忠的立场 才得到美国的援助 那晚国务卿 对待同性戀者作为外交的武器 这个小众的权益 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受到尊重 他每个人都有人权选择他的方式 但利用这种作为外交 去攻击他国 他是由奥巴马总统开始 可以说是民主党搞出来 于是我们发觉 LGBTQ家运动 不只是争取人权 他将一套西方思想 想带去世界 宣传性爱自由为本的世界观 利用争取性自由的权利 企图改造其他民族文化的思想 社会家庭和伦利的信念 去鼓吹西方的自由人权是最优越的 逐步出为其他人的文化价值观 因此西方的价值观 就慢慢进入取代 就会有这样的文化影响的效应 而这种的所谓性小众的要求 其实是连着 在美国社会或西方社会 开展自由的性濫交 集体的集交 甚至争取戀童癖 人秀交自由等等 是自由凌解于任何的人类界之上 亦兴起食情事业 亦开始大麻 毒品生意 但是后果又会引起街店的抢掠 灵源扣 或者有枪的人可以起街 无端杀人 这些就会影响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生活 后果就是 我们今天在西方看到的就是家庭婚姻 人类亲情的关系破碎 引致社会结构动摇 这些我们在西方都看到 一个曾经很伟大的西方文化 产生了很多危机 但是西方文化很奇怪 在他有这么多危机之后 他还带着航母男 在全世界叫姚姆杨威 要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 这也是我们所见的 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接着 我们再看下一步 就是 美国 2016年NBC的报导 在10月的报导 奥巴马政府只是执行一项 这么隐密的任务 推销同性戀权利 去到南非洲 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地方 尤其是部署了外交官 回到数千万美元 试图阻止其他国家 在法律上 有反同性戀的法律 很明显已经干预内政了 即是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 2018年 在中国 美国驻华大使馆 5月28日 会纪念LGBTQ家的 骄傲人 请了我们 参加 北京美国中心的小组讨论 然后 在6月4日 旁晚 举行 欢迎参加 引起一些普通的中国人 的回应 等等 这个我们又觉得 似乎是 美国很想在中国 推行一些这样的说法 推行一些说法 是做什么呢 我们看看 2019年 香港已经大暴乱了 2018年之前 就是佔中 就是我们看到 美国一直以来想通过香港 或者是在中国 想制造某些的分化 和某些的暴乱 我们也看到 这个方向 似乎是相关着这种的说法 2021年 到拜登总统 他也发表了一个备忘录 就是说到 这些人 要指示海外机构 确保美国外交和外媛 促进保障LGBTQ 现在加个I 加等等 人群的人权 要用法律指导 去作出行动 即是说 用美国法律 去干预别人的法律 这些等等 都是 看回整个政治发展 不仅是这些小众人的权利问题 对于一些正常开放社会 小众人的权利是受尊重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在香港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借这个 想推动一种的世界观 一种西方的自我中心 当前的文化的特质 然后尝试去渗透在其他的国家里面 是想改变别人的文化认同 或者认知 就会令人引起忧虑 所以香港一群市民 包括我在内 都写了信给立法会 立法会都有七百个左右的议员 出直接信 他们也表示支持我们的看法 叶刘淑儀的回应 就是说 她会去支持这个运动会开幕说话 她说特首没有不准 中央没有不准 那些议员说这些都让国际社会觉得很好笑的东西 看见她这个回应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她不想香港人民怎么看 特首 中央政府看这边 她没有看 香港人民怎么看 你怎么回应 问很多问题 你懂不懂 然后她说 外国政府会觉得很好笑 就是她看着外国做标准来看香港 这个就是以前 我们香港的大乱都是这样搞出来的 你用了外国标准来迫香港做一些的 你现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是不是引证外国的标准 是凌解香港原本的文化 和社会商务方式之上 你是不是将西方的东西 引入中国 嘗試改变香港再改变中国 所以我就一直这么主张 如果叶刘素宜以一个行政会议的主席 去出席同乐会 当然会说不行 不过如果你身份代表了 是香港一个相当高权位的人 代表香港的人民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辞职先去 才对香港人民有交代 因为香港不是每个人 和你这个看法 香港很多看法不同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如果你表示你有政治立场 支持了西方 借这些运动 来影响世界的文化 那种的立场 我看到一个好的 人类别 我看得到 你把词